大家好,我们今天聊一聊大独会博物馆中国的古陶瓷 主要聊一下有棕色的、黑色的、白色的远古瓷器 在西方把陶瓷分为三大类 一个叫做Earthware 它的烧制纹度大概在1000至1150摄氏度 另外一类叫Stoneware 烧制纹度在1100至1300摄氏度 另外一个叫Poselin Poselin的烧制纹度在1200至1400度 这个Earthware 我觉得就相当于咱们中国人说的淘气 它还是不能防水的 那个水还可以渗进去 Stoneware和Poselin就可以防水了 但它们烧制纹度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Poselin它大概是要用高陵土还有瓷石 这个成分跟Stoneware还是有些不同 所以我们在介绍中古瓷器的时候 我们也按照这几个分类 但是我现在还是不太清楚一些具体 那个瓷器是什么什么这些种 我们现在的看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一些远古瓷器的不同颜色的那种 色柚的这种淘气吧 还有不同国家的 这个在纽约大都会有博物馆 这个二层有个专门的橱窗 很有意思 现在我们看个视频 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呀 就是应该是东东时期的一个淘气 那是具有很漂亮的文士 其实巨岛的淘气 其实在商代就是很重要的 前段时间我看过一个亚洲艺术家 它那个淘气啊 在一个是公元前一线的时候 在商代的时候非常的漂亮 这个照着这个青红器做 这个是周朝 你看这个做的非常的漂亮 这个呢是汉代 那是中汉时期 那也有两千多年了 那它是用那个棕色柚 其实汉柚是很方便的 是个棕色柚 它上面是海铁 非常漂亮 它的气型 也非常周正 这是黑色的 也是一个西汉时期 那时候大部分是棕色柚啊 黑色柚啊 绿色柚啊 这个就是不是中国的 就是公元前主要是 二世纪的伊朗时候的那个 那个草屑 喝水 你看这个度 都相当时差一些 这个从头 你看下面那是中国那个 唐代的这个三材 反正是 公元前七十 公元是七世纪的 这个你看唐代的三材 这个是伊朗那个啊 后来的这种照片 比较是有绿色 金色 还有白色 这个红鞋也非常漂亮 这个小的这个黑色的呢 这个工人前 就大概说公元六世纪的时候 发布的时候 也是北齐的时候 那个气质 这个 这个 一点 五罐 中间的公式 有超过的 这个是 应该是 东亚或西亚 那种风格 都是 儿子的 现在看的这个呢 大概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 十二十三世纪 大概是 土耳其 或者希腊 拜承庭帝国那时候 都是 儿子的 这个是 中国的 北齐 年间 这个 012所 北齐 在六世纪的 你看 那个人面 中间这个人面 上面 有绿素啊 各出来的 不同的文式 纤维 这处 这个 工人 都非常好 上面 这些 十五世纪 意大利的时候 你看那时候 他们的 Earthware 也是 差不多了 这地步往了 一千年 你看 它那个 它 湿的后边 是一个 分叉的 这个 分叉的 湿子 现在我们就接受 一些白色的 白色的 这种 这个瓷器 因为前面 简直有 有颜色的 其实白色啊 也是 这个 汉文化 不断地 这个 追求的 追求这个白 一般是 行窑啊 定窑 这时候在 应该在 宋代 时候就 唐代和宋代 就比较普遍了 唐代呢 主要是行窑 武代时候 行窑 还有宋代呢 就是 北宋的时候 有些定窑 出现 这时候啊 都 都非常漂亮了 已经到的那种 porcelain那种程度啊 就是 烧着纹度比较高 油画程度比较好 你看 这个是 它说是 这是行窑 唐代的行窑 这小块 你看这白色 也非常的 非常白了 淘洗 这点 它呀 那个油啊 都非常漂亮 应该是 七八十十季的唐代的 这种小罐 唐代特别流行 这种小罐 自己做什么用的呢 我看 先走 但它这个白还是更异 以后的一定要的白还是擦一些 这个小小罐呢 是 是不带手的小罐 上面开始呢 这个白色当中 这些呢 这个太统呢 有一些 这个 衣饰了 提克呀 花 华克呀 那种衣饰 这白色比较单调嘛 就 想法啊 这个在这个 开头上做一些这个造成 衣饰 你看到了北宋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 这个 其他 还有 幼儿的 这一本 这就是 应该是 定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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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 六八 好 但是我你相比 那个 你看那个 同时代的 乱克的一种 差点一点点 直线地下 六个磁头 这个胎 在定摇 磁头摇 有很多白色的头摇 这个 是一个磁头摇 不清楚就是定摇 这个白色 应该非常漂亮 尤其宋代这个定摇 而且这个 在这个碗 侧面 都开始 进行雕刻 蹄花 滑花 这个不是 是 漂亮 这是一个抹印的 蹄花 非常的漂亮 它的孔包着金属 因为它那时候开始速烧 所以那个孔 比较 色口 就是说 那个 刀子 它有模子 很容易 就成的比较大 但有的呢就是 刻 你看这个 这个 像是这样挖吧 就是 你看它用那个刀刻 刻出来的时候 就 觉得更漂亮 更有那种 灵弓吧 但是呢 制作起来就装滑 你看它应该的口颜部分 有什么刻出来的 一般在宋代的时候 那个定摇 就是 包的金属花 所以它就很 那个薯草 不容易沾柚 这个白色 这个白色 非常漂亮 看这个白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你看它的里面 这个 和华 这个 太漂亮了 这种就是属于一种 像 T7一样 T T 这个 线条啊 非常的 明昌 而且有一面坡 就是 鸟鱼的一面坡 有一种立体感 提出一些那种 TITUT 然后 让光线照起来 也非常非常的 立体感 这种 这种 直观照 也有明照的 明照的 达到这个系 这种 一般是 镜中的光线 这种白色 也特别的 很漂亮 它不单有 白定 就是定摇 也可以白定 也可以黑定 也可以黑定 你看这些是黑定 这种 也是 斗立晚定 斗立展 这种黑色 也非常漂亮 黑色 当时那个定摇 应该是在河北上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讲 就说了说那个白瓷 其实这个黑瓷啊 在这个 宋代的时候 也非常非常的普遍 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在追求 不断的不同的颜色 它把黑瓷啊 也达到了一种 一种很高的艺术 艺术 这个高度 所以它的棕色 白色 黑色 还有绿色 这些色啊 他们也都在追求啊 在我们在我们古套斯当中 而且这个黑色呀 主要是在那个 呃 呃 和剑窑 和极窑 比较常见 现在这个这个橱窗里面 主要是介绍那个 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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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漂亮的 这应该是极洲窑的 极洲窑特别愿意这个 用这个黑地儿 然后呢上面有一些褐色斑 有人说是戴帽 这种一般是铁锈色吧 而这种结合起来 看着非常的漂亮 极洲窑的最大特色 就是在黑色当中加入一些红色 还有一个褐色斑 显着这个颜色不同的单调 这是持洲窑 持洲窑 持洲窑就是 是北方的一个大窑 在好多时候 他主要是在胎外面里 就是把这个胎 这感觉 因为他的胎很漂亮 也是一种骨子怪的 然后在胎上呢 继续创作 放肚子 是啊 提克呀 也是为了追求这个多样性吧 看这个就是在 他的台上画了一些东西 小 树叶 然后上面 在这边做一层朋友 在北方持洲窑非常方便 非常的多 看这个持洲窑吧 他在这个化妆化妆以后 再放了他 他就放了好多那种黑色的那种 鱼以后 再把它的黑色鱼进去创作 然后刮了一部分 然后造成那种圈轴一样的那种骨式 这是一种美谱 这个机皱窑 这个机皱窑 特别喜欢这个黑色和棕色的 这两个朋友在一起 用这个棕色黑色呀 之间的服装颜色的电话 显出这个瓷器的美丽 我们所说都是使用性的 这个这个奖 这个黑色的这个夹的里面 有个树叶 它是烧制的时候 就真的一个树叶放在里面 要不算用 从烧到以后 那个树叶呢 就变没了 然后就出现了这种特殊的 啊 非常的漂亮 因为宋代人喜欢喝茶 这种黑柚 在豆茶的时候啊 都非常的这个 教人习惯 有这个习惯 你看这个在黑柚上面 这是一种可能是一种贴花的方式 在这个贴 在这个黑柚下面 在台上贴上一种纹饰 然后帐篷鱼 然后在帐篷鱼 一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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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存起来 这个极臼啊 放多吧 放心 这个剑斩 是在送达非常的有利 比这个右非常的厚 里面呢 有一个写数 大家吸出来以后 吸出那个 兔毛盏 有的还有那个 UD盏 特点就是 它是 黑色 右非常的厚 而且不到底 小五板 各种龙板 下面都有 有束缚 有铁粉 藏口 这种有黑色 有黑色可以保温 另外黑色呢 在斗展的时候呢 可以轻轻地看出 茶叶的 泡泡 白色的泡泡 把它分辨 粘在那个 漆壁上的时间 在日本 在日本非常喜欢这种 很有沙展 他们叫做天幕 而且在日本这个博物馆里有两件 非常非常非常 世界中的那种 天幕展 非常有效 里面那种 兔豪展 还有游击展 还有各种那种 像星空 这个宇宙时代的那种 发生的那种 光芒之后 那种就是自然形成的 所以这个 因为宋代还是一些道教比较盛行 所以才想成长有自然的美 自然的美 一把 用着 走路一旦 这是极周遥 那极周遥吧 我们刚才说了 它在这个 它在黑诱 下面啊 有些title上 创作 有些贴花 还有各种文字 放的树叶啊 就是 我们想的这种 展的美丽和漂亮 是剑展那种 像游击展的 他这时候呢 应该我应该说 也叫stone 他烧到我们应该是 1100 1300 啊 这时候 但是porsaline porsaline 还没 到宋代的时候 那青色 porsaline 这个道念 stoneware 这边还有korsaline 区别也是 区别很难处 这是脚胎 这脚胎就是 它那个台图 台图的颜色 像楼面一样 把它揉来揉去 折叠成 楼里面 非常特殊 非常漂亮 很自由自在的摔叉 这些极度摇 应该是极度摇的里面 极度摇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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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点 有点 这些极度摇的里面 自由自在摔叉 这种体秀般看起来是 就像戴帽或者叫蛇虎般 很漂亮 有力展 在你想一想用这种漂亮的小茶展 要喝喝茶 感觉还是非常美妙的 看底下还有造成不同的那种花 可以想一想当时疾虎谣的创新 它比渐转更有特殊 但它的持有将渐转更有特殊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磁咒 磁咒 我们刚才也见了磁咒 那些放了一些化妆图 上化妆图以后呢 它们再上了一些不同颜色的柚 然后在柚上进行雕刻呀 刻滑呀造成不同的纹饰 在北方这个山西呀 河北 磁咒 磁咒里的每一块特别长 这些是化妆图 因为它的磁土不特别漂亮 所以它能够化妆的方法 化妆图全部盖上 然后再上一层不同的柚 然后再把柚刮掉刮掉 刮掉创造成不同的花卉啊 武士 这就行 然后再上一层 柚柚里的这种 16吧 非常漂亮的 这也是ม 황 重待的磁咒 磁洲洋的磁磁 磁洲洋呢就是说他为了 换了化妆以后就可以创造各种样的美食 可以像是写字画画 可以漆花 所以呢 各种各样吧 也在追求磁洲洋也在追求 多样化 你看这个四周四周旁边就画了个小孩 吃了一个玩儿吧 做这种玩具嘛 非常的灵动 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说他那种生活的向往 生活的一种追求 最美的追求 这个没瓶 黑色里面 黑色里面 黑色里面的方向 然后再把一些 又刮掉 这边啊 刮出 交付出 同样的 食物 这也 是一种 不单吧 黑色 跟现在这种化学 的黑色 还不一样 看着比较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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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化妆 起 后 想定会的那种 技术吧 刮出来 骑出来 刮出来 各种 画会 刮出来 改变 瓷子教的刺箭 跆叶 非常给神师 我在非常一种渴望看这个词者非常有意思 中间是德教道教还有武教 三个人物那种画片非常漂亮 所以你看那时候司祝瑶这种颜色还是比较单一的 这种黑色呀 棕色呀 橙色呀 很多有些绿色 或者这种蓝色 我觉得这种蓝色还没有达到以后我们才能彩色 但是我想他们也可能是追求公司那种 可惜他们那时候藏到不出来 这种也是美品随时的 所以在有 主要是他有开启以后 放上画中以后 他就可以做出各种那样的装饰 装饰 颜色 这些都是在应该北方这种 根据当地总的画呀 当地的风式吧 当时古人喜欢人的颜色 好吧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就是要介绍一下这些黑色呀 白色呀 棕色呀 这个 amber color的这种 几个颜色的这种中国的中古瓷器 谢谢大家 再见